意大利托斯卡尼地區 為期四天的經典奇洋地葡萄酒節 在這個禮拜登場 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愛酒人士 紅酒專家就說 今年產區的氣候條件極佳 奇洋地不僅產量提升 品質更是無懈可擊 是可以收藏的年份 托斯卡尼的格維尼小鎮 有經典奇洋地之都的稱號 打從一九七零年開始 每年九月初 這裡固定舉辦的 經典奇洋地博覽會 吸引許多紅酒愛好者觀光客 品酒專家前往品嘗見賞 今年博覽會現場 聚集了兩百家釀造廠 十歐元 任君品嘗七杯葡萄酒 我們只是在一旦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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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數字是非常重要的 年代有15.000現場 7.000賣賣 我們說的數字非常重要 去年经典奇洋地产区 春天夏霜 夏天又遇干旱 葡萄酒产量减少了三成之多 酿酒业者叫苦连天 今年时来运转 该冷时冷 该热时热 恰如其分的气候形态葡萄产量大增 估计可达2500万公升 相当于38000瓶 渴望带来4亿欧元的营收 奇洋地是意大利在国际兼知名度最高的红酒产区之一 1716年托斯卡尼大公爵科西莫三世 划定佛罗伦斯到西安娜两地之间的区域为奇洋地产区 到了20世纪初期 产区的生产量已经赶不上国内外市场需求 业者于是扩增葡萄的种植区 而这些后期之秀所酿造的酒 则被归类为奇洋地或是奇洋地类型的红酒 不能被贴上经典奇洋地的标签 随着海外投资者对经典奇洋地的兴趣急剧升高 受购产区酒章的动作频频 让在地的酿酒业者优心托斯卡尼 另一个知名的产区蒙塔奇诺 遭外国投资客入侵上市文化认同的情况 会复制在他们身上 记者王辉文报道